比如说打麻将 你看到那几个人 有一个人输得很惨 那是什么回事 那个吴敦跟林登飞几个人打麻将 请了一个夫妻来打 夫妻一直输 输得我不好意思 到半夜了 我就用麻将子写了一条歌 我说把这歌给你吧 你输的钱拿这个歌去把它换回来 那他心里一定想 这能值什么钱 结果我跟你讲 那是三四十年前的是 老师麻将子一输 马上写一首歌 他拿一去一卖 五万 五万块台币 听死人 那当时那五万块很恐怖